《黄河之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之水越来越浑浊了 浑浊的河水滩流着 正像它身边这个昏沉沉的帝国 时不时咆哮一通 泛滥成灾 吞噬掉无数生命 可人们也许想不到 这条浑浊肆虐的大河 它的源头竟是这么清澈 这么纯洁 这么静悄悄 这是天上降下的白雪 这是山间涌出的清泉 溪流潺潺 湖水淡淡 一路上变成了汹涌狂暴的浑黄色 哦 黄河 如果说这就是你的命运 这就是你的历史 那么看吧 你的命运注定要在这里生腾 你的历史注定要在这里展开新的一页 二十世纪下半年 行将冲出两千五百年惨淡阴霾的神州 突然回光返照一般 从谋求大道之行天下围攻的孙中山 一下子跌落到蒋介石和毛泽东手中 这短短五十年 仿佛是两千五百年的一个缩影 一九四九年 共产党执政大陆 立即追杀国民党残暴 不到半年就消灭了 一百七十万跟随国民党的中国人 次年 镇压反革命处决了五十万中国人 另有四百五十万中国人被严加管制 一九五四年 东北局书记高刚和中央组织部长 饶恕时被清醒 一九五七年 民主党派领袖张伯军 罗荣基等五十五万中国人 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 一九五九年 国防部长彭德怀 总参谋长黄克成 以及张文天 周小周被打倒 一九六六年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中先部长陆定一 总参谋长罗瑞卿 中央办公厅主任 杨尚坤被打倒 接下来 邓小平被打倒 赫龙 陈毅等一大批开国功臣 一个个遭了殃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刘少奇被冠以叛徒内奸特务罪名 押送到河南开封一间小屋监禁起来 一年后 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含冤死去 这是一张刘少奇的儿子填写的 尸体火葬申请单 死者姓名刘卫黄 年龄七十一岁 职业 无业 申请人 刘源 与死者关系 父子 不出两年 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法定继承人林彪 也仓皇出逃 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毛泽东真的成了中国人民的上帝 往婚玩世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人民 十亿人民 也在这个强人面前 彻底暴露了灵魂的空虚无物 彻底暴露了无神论的疲软不堪 从大跃进的狂热 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 从超英赶美的梦意 到解放全人类的梦意 哦 人民啊 你怎么解释你这一次又一次的灵魂昏厥 你怎么推卸你这一次又一次的荒唐责任 1966年 毛泽东八次登上天安门城楼 接见了几百万红卫兵 决心誓死效忠他的青年学生 他们远远遥望着城楼上 那个几乎望不见的小黑甲 热血沸腾 热泪滚滚 以为那正是拯救他们 不 不仅仅他们 是拯救全人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伟大上帝 毛主席啊 毛主席 您今天两次来到我们中间 您神采奕奕 红光满面 您的精力这样充沛 身体这样健康 这是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 也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 没想到两年后 1968年 这位中南海里的上帝 突然下令将他的狂热崇拜者们 五千四百万青年学生 下放到农村边疆去 接受再教 留下了整整一代人 如气如素的苍凉杯歌 哦 中国人 你上当了吗 你受骗了吗 不 你依然没觉醒 你仍旧不明白 直到1976年 文化大革命已经丑态百出 神州大地生灵涂汰 爱国忠良几尽灭绝 国民经济近乎崩溃 人们依然对着毛泽东的遗体 哭得痛不欲生 宛如天崩地裂 世界末日一般 人心中有一个洞 非得上帝不能填满 中国人哪 你一日不认识真正的上帝 你空空荡荡 六神无主的灵魂就必然寻找人造的上帝来替代 你一日不敬拜那当受敬拜者 你就难免去敬拜那原本同你一样有罪有限的某一个强人 一个个真龙天子们 已经糟蹋了你祖辈的全部前程 今天你再次用新的前程祭奠出独裁者 大救星假上帝 战新的国号和纪念 时髦的主义和宪法 无法遮盖一颗沉浮昏溃不见天光的民族灵魂 中国的文化就是政治文化 而且政治文化里面因为它顶着一个神 所以它就是一个官僚文化 这个官僚文化说起来就是一个马屁文化 就是一个屈服文化 就是一个奴隶文化 那要说人可以造神呢 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人是造神的 人只有一个人可以造神 无上全为这个皇上 1978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 与1861年共勤王的洋务运动 本质上有什么两样呢 只是时代不同了 邓小平成功了 成功了又怎么样 当青年们开始向这个人欢呼赞美的时候 当渴望真善美的灵魂 又一次投入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厄运已经离他们不远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 坦克车隆隆驶进天安门广场 又一次碾碎了青年们的梦幻 这些曾经热烈欢呼 曾经屈膝下跪 曾经对邓小平寄予热望的人们 又一次跌破了眼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安门 天安门啊 天安门 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成为天安门 耗天上帝赐给神中儿女的平安之门呢 1992年 邓小平南巡 掀起了一股发财致富的热浪 几年来 人欲滚滚 经济腾飞 惊煞了世界 一时间人们全身心沉溺于 不管白猫黑猫的亢奋状态 天真的西方人也认为 连续10%的年增长率 便可以逐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 错了 贫穷并不是中国的病根 中国重重灾难 包括贫穷的根本原因 乃是争来斗去 你死我活 亵渎神明 一手遮天 自残自虐 翻来覆去 每一朝开国第二代 第三代的天下大志 到了第四代 第五代 都变成了天下大乱 中国历史的死结 远远没有解开 中国呀 你永远无法用经济的腾飞 来逃避你灵魂的堕落 和这种堕落所带来的 一系列社会恶果 毫无疑问 洋务运动不能代替维新变法 然而为什么 为什么民主对中国人来说 这么难呢 在台湾这个先行一步的地方 人们也在问 在别人家中玩的好好的民主政治 一旦到了中国人手中 却不知怎么搞的 立刻变成了各派山头的生死大对决 这是为什么呢 即使住在西方民主老巢 从事民主运动的中国人 为什么也搞成了 谁也不服谁 扯也扯不清的 一锅糊涂粥呢 民主之难 难就难在 它绝不仅仅是一个 简单的经济水平 和政治制度问题 它是一种深层的心灵结构 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中国民主事业的发源地 和烽火台北京大学 1998年迎来了美国总统克林顿 演讲大厅里 一位北大学生 愤愤不平地责问克林顿 江泽民主席作为客人 访问哈佛大学时 竟然遭遇示威抗议 今天您在这里做客 如果也允许向您示威抗议 您会做何感想呢 这个学生万万没有想到 克林顿从容答道 我会与示威者见面 听取意见 实际上我常常遭到人民的抗议 这一问一答 暴露出来的 岂止是两种制度的差异 不更是两种心灵和两种信仰之间的巨大差异吗 民主奠基在领袖与平民人格平等 同志与一己相互尊重 圣者与败者和平共处 这样一种宏大宽广的心灵上 专制则惦记在上尊下碑 不容一己 你死我活 圣王败寇 这样一种狭隘自负的心灵上 然而 唯有在上帝面前 人与人才能真正平等 都是罪人 相互制衡 都是儿女 彼此接纳 唯有在上帝面前 人才都是人 既不会有人成为神 也不会有人成为草 1975年底 毛泽东死前十个月 对来访的基辛格说 我知道 上帝不喜欢我们 因为我是个好斗的人 又是个共产党 哦 中国 你真的知道吗 你知道你背离上帝 已经多么远 多么久吗 你知道你的顽疾之灶 苦毒之根 在哪里吗 你知道吗 我的祖国 你这网称神州的逆子 左传上说 神州正道 乃是忠于民 敬于神 看看今天吧 神州之神 在哪里呢 十三亿人 敬什么 信什么呢 是孔子吗 是马克思吗 不 是这个 是钞票 是权力 是享乐 是绞尽脑汁 不择手段 投机取巧 谋取私利 这样大国家的政权 我这政权在哪儿 基础建立在什么地方 它建立在一套 马克思主义的神学上面 世俗化的神学 就是说 对宇宙已经有一个解释了 是物质 对历史也有一个解释了 它是历史的规律 现在这两个东西 都抓在共产党 这个领袖的手上 所以它就永远可以维持这个政权 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怎么可能 允许另外一个宗教观念 吸引人 把它变成边缘化了 相信宇宙 只是物质 没有上帝 人只有今生 没有灵魂 历史 只是无情竞争 没有善恶赏罚 在这样一种 唯物主义 公立主义 相对主义 随机主义的观念下 人们怎么能洁身自好 忏悔自心 恪守某种永恒不变的 神圣价值准则呢 俄国作家托斯托耶夫斯基 说得不错 假如没有上帝 我就什么都可以做 中国人相信科学 相信科学主义 像武斯那一代 科学口号非常高 认为宗教就是迷信 包括很有见解的人 像蔡元培 都要说用美 美学 艺术来代替宗教 所以这个恐怕 都是对于宗教的了解 限于某一种层面 不知道它有更深的 关于人的意义 这些意义不跟现实生活 都没有关系 因为人的人生 不管你物质进步 到什么程度 科学昌运到什么程度 生跟死是过不去的一关 人生各种各样的悲剧 各种各样的苦难 是不可能 用科学来消灭的 至少我从我自己的感受当中 才感觉到人这种动物啊 或者人这种灵物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也开始比较懂得西方文化 为什么强调人权 为什么强调人要有信仰 为什么强调这个 甚至重西方 特别美国的这个文化 重容人的人性 因为人性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有好的坏的 善的恶的都在当中 但它首先一条 它是个非常非常弱 非常非常敏感 非常非常异受伤害的 这么一个东西 财富 科学和法律 显然无法代替信仰 拯救灵魂 提升道德 中国的信仰危机 灵魂崩溃和道德颓废 正伴随着经济成长率 一起飞快成长着 当年文化大革命 搞垮了经济 如今只顾发展经济 搞垮了人心 哪一个灾难更可怕呢 人们心中不是没有来自 浩天上帝的美善灵光 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 神州传送着一支美妙的歌 让世界充满爱 太阳在不停地旋转 自古就没有改变 宇宙那无边的情怀 拥抱着我们的心愿 但愿会有那么一天 大海把沙漠上来 这一段天音缭绕 灵光荡漾的歌词 不久就在这首歌中 在舞台和音带上消失了 原因你可以从这里看到 你也可以从这里看到 天雪 清泉就这样变成了一条狭窄咆哮 昏天黑地的巨龙 这里没有国爱 没有宽容 这里以成败论英雄 以厉害为衣龟 以阴谋为智慧 以斗争为光荣 这里没有忏悔 没有自责 一切罪过都推给别人 一切失败都化作仇恨 倾斜在别人头上 然而天道毕竟是天道 神州毕竟是神州 你听 仿佛来自遥远的从前 又仿佛是明天的梦幻 那和平博爱的福音 真的来临了 这里有神的原因 这里有神的恩导 这里是一个天地 这里有神的恩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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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一个天地 看那的胸口不重击 我等你伤害为一位 如同那黑门的甘露 将在山山里 爱在这里 何人在这里 光明在这里 生命在这里 也后话说明明的福 都在这里 一群又一群质朴无华的中国人 用流泪的忏悔 真正的祈祷和生命的奉献 为神州开辟了一条新生命的爱河 五十年前 中国只有一百多万基督徒 如今已有几千万 他们不是在顺境下 而是在货害下成长着 他们不是在欢笑中 而是在血泪中成长着 他们不是因强壮 乃是因柔弱成长着 他们不是在教堂里 乃是在牢房里成长着 然而没有一个诚实的人能够否认 哪里有他们 哪里就有博爱和宽恕 就有忏悔和心声 遥望海外 成千上万的留学生 破天荒地涌进教堂 团庆 茶经班 布道会 中华民族千年干枯的良知啊 你今天终于感到饥渴了 神州祖先的敬前 老子 孔子 墨子的期盼 徐光喜 孙中山 未曾实现的梦想 还有二十世纪末 中国青年们 让世界充满爱的渴望 都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黄河一直以为 他的故乡是黄土高原 和日夜拥抱着他的黄土地 后来 他发现自己的故乡是大汉 那一刻 浩瀚的蔚蓝色 令他激动不已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海牵着他的手 来到天的脚下 说 你看 这才是咱们的故乡 蔚蓝色的源头 浴火过后 必是洗礼的圣火 二十一世纪的东方 必有一支 凌空翱翔的火凤凰 那是一个 大道之行 和平瑞祥的神舟 一个真正属于神 荣耀神的神舟 太阳我可都等于 彼此天外来 彼此天外来来 唱哭了花子 唱家 唱哭了太阳 唱哭了月亮 唱哭了恐怕 唱哭了闹钟 唱哭了绕树 唱哭了烟花 唱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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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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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